在今日總質詢議程中 先議員林芳瑜針對親近活靶節活動 辦理了15年 活動不僅具有顛免族群的象徵意義 同時也為地方觀光推展帶來助力 希望縣府能夠編列預算來支持活動的辦理 讓活靶節可以成為地方的一個觀光文化活動 每一年的活靶節代表了他們的一個精神 還有他們對文化的這個傳承 更加的是結合親近所有餐飲業者 希望說用這個活動來帶動我們整個親近的觀光 但是我希望說地方這麼用力 這麼全力的在支持這個活動 也希望說我們縣府能夠在有限的經費之下 能夠編列相對的一些經費來支持地方 縣議員蕭志全則針對最近南投縣切到案件降低 除了加冕陷警局之外 也希望陷警局針對販毒以及制毒工廠等能夠加強打擊 相信這些販毒制毒者取締之後 也會減少切到案件的發生 吃藥的人 藥頭 尤其藥頭 少年藥頭 相當的重要 我也希望局長你針對少年藥頭這個部分 一定要加強打擊 另外當然一些毒品的來源 還有制毒工廠 我相信最近也破獲的有多少破獲 另外還有結合第三方 就不管僅有疫情等等 一些警政工作一起來 防萬切到的發生 要脫 吃藥的人沒有錢就是脫 所以要降脫 降低切到率 打擊 吃藥是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縣議員曾正言針對中興分鴻 從中興國中道五叉路口 共有四五百米的距離 希望縣府能夠將此處開闢成為道路 以疏解中興國中上放學的交通 國中的民族行車 跟我們這個五叉路口車 台幼車四五百米 距離在八米 這個當時也蒸收 一半也八萬的 希望說 我們這個中國中的小孩 漸進這麼輕鬆的 交通上滑口時間 隆重打擊 我們從八米來開票做堵路 可以做福地圈 還有二千 這個只有四五百米 開就不吃米 你十均在那裡買就差一支 在本日總質詢議程中 縣議員林芳瑜希望縣府補助經費 辦理情境或霸解 縣議員蕭志全則希望 針對藥頭極制毒工廠 能夠加強取締 而縣議員曾正言希望中信 國中前的中信分紅道 能夠開闢成為道路 來疏解交通 也希望相關單位 能夠落實來辦理 以保障縣民的福祉 記者陳偉一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 居然的 組織 你們早上 在居然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